要過的時間是過了 我想這是我的期待 OK 這個稍微 我稍微就不提了 OK 我想提到一點 就是 這邊我提到三項卡的技術 在善用雲端 可以在大家裡面提到 雲端預算 雲端預算 這個導致講蠻多了 那第二點 第三點也講蠻多 是會裝置大家一定要多 但是第二點呢 我們總共比較少 這個大量資料 各位目前都常聽到一個字 叫BIG DATA 有沒有 BIG DATA 有沒有聽過大資料 巨量資料 或什麼海量資料 BIG DATA 就在講這些字 什麼叫BIG DATA 雲端化來影的 雲端時間到雲端時代來影的 它處理的資料量 我們當個學位 大家可能知道T這個等級 KERA 或是PENTA這個等級 你會發現說 資料產生的速度 已經 遠超過你 處理它的速度 或者說 這樣來看 資料產生的速度 已經 比你消化的速度還快 對不對 都會有些來不及其他話 或是說 你根本 沒時間去看那些資料 因為資料太大了 或是有些資料 它處理這樣 但是你完全 沒有機會去碰到它 一個是沒有時間 或是沒有工具 那資料發力的資料 因為資訊處理的速度 相當快 快到這個資料產生的速度 已經你沒有辦法去控制它了 光說你的E-mail 每天你就刪很多垃圾郵件一樣 你根本刪不完 每天都要花大概五分鐘 去刪垃圾郵件 一天五分鐘 一百天就五百分鐘 對不對 所以你怎樣 在這些大量資料裡面 撈出你要的資訊 這就是PENTA的研究議題 你那資訊在裡面 大量資料出現 你怎樣從這裡面找到的東西 找到你要的數據 好比說我老師之前講過 像Google的流量 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 ID系的流量 那這個 ISD的流量 就是它這個 資料存進的流量 是它最大 對不對 那郵件Google這些資訊裡面 有多少的跟 經濟、政治、商業 各方面有關的資訊 如果你有辦法去從 這樣巨量資料去找到一些 分析到一些 有價值的資訊 它可以大的幫助 不管是決策者 甚至職責者 做正確的決策 做正確的規劃 好 那麼像我們學校也可以喔 我們學校的每天流量這麼大 可以分析到底學生們在關心什麼 是在宿舍裡面 看這些電影呢 還是在學術網上 去瀏覽論文呢 這都會有分析出來 對不對 所以 據我了解 我們宿網的流量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看影音大體比較多 特別是晚上的時候特別大 特別高 如果看到我們這樣 油量分析度 到10點慢慢的就撐到了 油量看得到 到1、2點最高 到15點 到6、7點開始睡覺 到10 到7、8點 大概都沒事 油量很少 因為它還在睡眠當中 然後慢慢的 這個到中午稍微多一點 吃中午三順便看一下 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也是可以知道學生的行為 所以也許可以提供給學務處 提供給我們學校的單位 讓他 跟 調整學生 跟學生互動的一些政策 為什麼去輔導學生 對不對 不光學校都這樣 我們才一萬個學生而已 就我這麼多資訊可以分析了 而且我講的是這個 油心高的油量而已 對不對 它更何況還有更大的組織 對不對 高雄市啊 台灣啊 什麼亞 東南亞亞 亞洲地區 這個都是一個巨量的資料 巨量的資料 那企業內部 也有很多巨量的資料 像我們這個中鋼 這個企業中鋼 它這個整個機器在操作的時候 有很多參數 就是出去出現 波爐啊 煉鋼的這些設備啊 也是產生很大量的資料 它都要記錄這些項目的殘數 那 中鋼也希望 從這一大堆資料裡面呢 去撈出 對它 隱密 操作有關的一些有價值資訊 各位 這不容易 這不容易 這樣有沒有 我們把它叫它挖礦一樣 大海大陣一樣 你怎麼去搭到 保錄 怎麼去搭到資訊 這就是巨量資料時代 你要注意的 所以 我們說資料碳碳號 跟它mining啊 這些技術 資料分析 最近都會很怕 所以如果會統計 一定有點基礎的同學 也可以注意一下這一塊 這不必要統計的 這個這個工具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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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領域是非常 非常的潛在性 這個巨量資料 因此就這麼行 好 好 ok 好 那 基本上 我們在 整個雲端的 討論 整個 大的面向 整個 整體的一個 觀察 這邊靠一個 段落 那 接下來呢 我會focus在 我們剛剛講到 雲端的一個最大的挑戰 就是安全 就是安全 好 這個安全 到底 在雲端這邊 有什麼我們值得來討論 好 請各位看一下 嗯 這邊是一個 這邊是一個 基本上 是一個 專家 學者 官員 哦 我講了這麼多 齁 沙灘 目前他是官員 他是行政院的政務委員 所以 我剛講的專家 學者 官員 他都有這個身分 官員 是因為他是 現任的 行政院政務委員 一個部長 哦 他是在管 我們國家的這些 職衝 職訊 雲端 產業 這個方面 政策方面 制定 推動 等等 所以 他是官員 學者 因為他是台大的教授 台大 不台大教授 讀部系的教授 他專家是 他當過 Google的 人家是亞洲去的什麼 台灣去的什麼展 之類的 所以 Google真是內阿森 會到這裡來 他應該也有幫助 他應該也有 會助 也有去規則 也有去當了規則 那這個 詹仲偉 他在銅基也來過 他也搞過銅基的資料中間 所以 智仲他是非常 他具有產、官、學 這個商業域的一些 知識跟經驗 他提到一些概念 他跟雲端也蠻有 蠻有 他的一個理想 他說 台灣雲端產業域是很考慎 一開始要提出 最大的資格目的 雲端安全 尤其是對於各種 商業機密保密 從銅基的企業來說 把資料放到雲端 通過網路在外存取 這些中銅基的資料 難道不會有安全故意嗎 那我看他 就有結論了他的意思 他說 這個思維就跟幾十年前 我先生、老太太 把放在床底下的 床底下的貴重物品 拿去 銀行保險箱一樣 如果今天雲端都不安全 他們相關業者 就沒有辦法吃這行飯 因為 就跟銀行保險箱一樣 不能保障客戶財產的安全 就不會有生意的狀況 那我舉個是存款 他舉個是保險箱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 所以要讓雲端先換換冷袋 先換換冷袋 先換冷袋 好 專家談雲端 每個環節都有安全問題 聽起來會很恐怖 好像每個環節都安全問題 好 雲端的安全運動 是移到IAS 就我們講過了 還有BAS 還有至於SAS的每個層面 好 是移到機房管理跟硬體設備的整個位性 還有開 開原碼 就是 Open source 就是 開砲 Open source的一個 就是開放性的作業系統 好 還有考慮到後續的安全回路 還有每個分區 每個場地區的安全更新 跟資料安全 每個環節都有問題 好 然後IAS 也是有機 有種的入侵 到雲端系統 那麼 我們剛剛 我們在 早前講過說 雲端系統 一般user可以瞬間擁有 非常高速的預算能力 等於說可以瞬間擁有 超級電腦能力 那這個 這麼強大的能力 如果拿來做壞事 那就是IAS 他一個也一樣 他可以瞬間擁有 很大量的能力 所以這時候 這些攻擊強度 也跟著 往上比 好 那 這樣的一個挑戰 是必須面對的 也許 你的虛擬機器 你現在在圓端裡面的虛擬空間 的隔壁 那一塊就是住的 它一個也不一定 好 那他萬一 穿鏟過來 他翻過來 這個都是 這都是危險的嘛 他就跑到你的空間裡面 去幫你 去做壞事 幫你們之類 這個不是不可能 這也不是不可能 好 好 所以我們從直覺上來 看這個問題 直覺上來就是說 我們 一般想得到的安全問題 包括 這個 這是 人員認證 對人員認證 對資料的存取 很多這個問題都必須要考慮 包括機碼的問題 平台資料 API就是界面 隔壁的這些 駭客 內部機合跟箭矢 等等 這都是物理 好 那麼 基本上我們 希望呢 能夠做的就是說 防滅於未來當然是最好 能夠防滅於未來 技術到位 加減逆 就是沒有一個安全技術 要到位 但是 但是技術在什麼 在什麼 在什麼 有可能 因為你的使用不大 或是說沒有按照 一些使用的原則 讓你的系統 不如在危險之中 所以 HIGH哥還是會進來 還是很有機會進來 那麼 HIGH哥進來之後 我們希望說 如果你真的擋不住 或是說你真的被陸進了 我們也希望 要想過HIGH哥 在留下一些 他的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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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一些紀錄的 譬如說讓我 事後可以追蹤用 這就是 這就是見識這一塊 見識這一塊 所以說 FRO 也要 最後的追蹤 能力也要去確保 所以 這個 見識就在想 這個 那一些 別人給你隔離的啊 一些資料的保護 正在事件的控制 好 雲敦一桌的總大威脅 這在2013年 這個 總發入了 就 今年3月了 今年3月 全發入了 好 資料外線 資料遺失 帳號被竊取 不良的程式 什麼是店面 還有 主角服務 主角服務就是說 讓你服務 貪判掉 那這是最常見的一種攻擊 好 那你的 電腦一直應付不良 像前一陣子 這個 非力賓跟臺灣路 是有一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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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突嘛 那結果 他又去打 非力賓的網頁 一些政府網 這樣 就讓他 貪慣他的主角服務 基本上 他用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不斷的去讓 去 去黏這個網路 不斷的去更新他的頁面 你不斷的重新載頁判 他就要處理了 他的社會就要處理 你把最新的頁面送給你 你重新整理的時候 他就要送頁面給你 所以不斷一直 每一秒 都刮好幾次的 一秒一次或是多 一秒好幾次 不管 就很快 一直要你登進頁面 所以他的系統 他就摸不了 就掛掉了 所以他就非力賓的頭獎 他就不要再打 才會再一個這樣的環節 好 那這就是主角服務 他並沒有說 交易破案子 他就讓你不能夠服務了 太多要求 不能處理不了 塞車了 塞車了 動打不得 那自然就垮掉了 還有 更一個面目的人 這個也不容易防 因塞的很不容易防 很不容易防 這要都給你教育訓練 宣傳 因為 人的因素 很複雜 你也許相對這個公司 但是你無法 保證每一個公司員工 都很碎 所以一個 一個好的公司是 他有一定的積合制度 出狀況 他有一個很好的後續處理 好 不能說這個 員工聘進來了 什麼都不完 就讓他去亂告 常常出狀況都是內部人工 所以 內部的控制是很重要 你不可以馬虎 不可以馬虎 就好像說 我們離開這個 教訓要守門 這個程序就要做啊 你不守門就被入侵了 這個不能馬虎 要關燈 就要守門 這叫做一個控制程序 有些人都要這樣做 那也要有這個主管 肌肉的這個部門 看不可以馬虎要這樣做 所以內部內控法 才有辦法拒絕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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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別要加每一個公司 好 那 那一段服務當然 就是說 各式各樣的一個 各式各樣的一些 對服務啊 對空間 對計算是有不當的使用 好 那時候想 類別就很多了 就不依據 好 還有審慎平均 就是平均不足 審慎平均不足 平均不足 你去評估不足 共享環境 所造成滿一定的意義 因為有共享 共享 那 需要一些東西 是 好